想要寄信但是临时找不到邮票你会怎么做呢 就有一位小朋友一想天开 把十块钱的硬币用胶带粘在信封上头 而且还特别注记 五块钱是邮票钱 另外五块钱是要给邮差叔叔的 没有想到这封信件最后也是成功送达 这样的照片一泼到网路上 让看到的人都惊呼原来这样也行 工整的字体写着 不好意思我邮票用完了 只好贴十块钱在上面 五块是给邮差叔叔五块是邮票钱 这看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寄信法 最后竟然成功送达 网友分享照片让看到的人都直呼太神奇 这也太可爱了吧 超创意的 没有真的贴邮票一样可以寄信吗 实际到邮局走一趟 得到的回答就感兴 先送给收件人看他愿不愿意付费 那如果说他不愿意付费的话 我们还是会安全的退还给寄件人 退还给寄件人送到他的手上 那邮件绝对是安全送达 或者是退还给寄件人这两种 不会遗失 不会遗失 虽然用错误的方式投递 信件还是能够成功送达 但其实邮票只要在一般的便利商店 都买得到 不只买得到 面额还都很齐全 而用什么方式寄出 也许不是重点 信件里收藏的满满新意 能够转交到收件人的手中 就是每一位邮差叔叔 最文心的使命 记者叶维玲 周婷宇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